如果能用一个词汇来形容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的日本帝国的话 那么无依旧是暴走二字 这个东亚岛国此刻发动的是一场不逊犹如德国的海上巴巴罗萨 这一天的日本海军除了保留用于对美决战的第一舰队外 剩下国内所有能夺的军舰全部开往战场 再加上共计3200多架飞机的航空兵部队 由日本海军大将356位总指挥 陆军则抽调了中国战场上20%的精锐部队 加上50%的航空兵 下下11个师团 两个飞行集团 9个坦克团 其中用于作战的精英部队就有22万人 再加上后勤不计人员 共计36万人组建了南方军 由室内收役大将担任总指挥 当海军这头吞油巨兽被全面动员起来之时 那么日本的油表可真就进入倒计时了 一切战略的终点就是为了抢油 但日本人想动荷兰的油田 荷兰可是早已名花有主了 虽然肉体已经被德国霸占 但心里一直含住着那个他 日不落大英帝国 彼时的大英 虽然老家已经被炸得七零八落 但东南亚的14万部队还未受挫 作用亚洲直部罗道的新加坡要散 又得到本土派来带有两艘巨舰的内舰队的支援 纸面数据还是很糊人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东南亚不拿就会饿死 但对大英也不仅仅是丢小老婆的事情 如果日军得到所需的战略资源 那么自己的政亲印度都不一定保得出 此次的印度国内正在民族独立的边缘 没有印度的持续数学 那么但也是时候考虑 如何向他们的法国学长请教 怎样说好德语了 其实英国人也知道 单凭自己一家在东南亚的兵力 很难招架日本 所以必须拉上美国参战 摸住联合舰队主力 我负责达达辅助 派遣这一舰队就是一件政治意义 大于军事意义的行动 海军全部反对 内阁强劲派遣 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的盟友美国 表诚意 其效果也仅仅是一拖新加坡要赛 震慑日军 可现在美国参战是参战了 严价话那也说得漂亮 现实被毁掉的 却是自家太平洋舰队主力 美国已经失去了 向菲律宾大规模援助的能力 眼下的戴因必须靠自己了 12月2日 日军大本营向南方军下达了 9号作战命令 当天下午3点南方军总司令部下发了 售甲第5号作战命令 日本已经摆开了架势 此刻的日本海军第一航空舰队 一天后即将到达攻击珍珠港的预定水域 同时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南前五支舰队 已经正装待发 陆军的22万精英部队 也正在紧夺秘国的装备运输 一切都是为了即将攀登他们的新高山 1208 就在12月4日 英国皇战海军内舰队到达新加坡的当天 日军负责马来半岛登陆的部队 也从中国的三亚港悄悄的出发了 12月6日 日军登陆部队越过中南半岛后 开始向西北转向 声称是要切断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运输线 做出一副优先攻打泰国的架势 正在英国庆幸下一个倒霉弹不是自己的时候 12月7日12时 日军突然急撞南下 直扑马太交界的宋卡 北大年 以及哥达巴鲁 把泰国 泰国需要打吗 人家可是有着远东意大利的美餐 之前泰国就在英日之间举棋不定 多次向戴英提出援助 可我们戴英的一贯做事风格 可惠而实不至 很快一天后 泰国将作为日本的盟友 调转枪头 1941年12月8日 凌晨1点45分 日军登陆舰艇 对英属马来西亚的哥达巴鲁 展开了门内的抛击 此时远战4500海里外的夏威夷 南云中英正起飞自己的第一波次飞机 所以哥达巴鲁登陆展 才是太平战争中 真正的第一枪 接着日军第五师团开始登陆 随后远远不断的日军 从各个方向涌入马来半岛 很快中南半岛日军第15军的 33、55两个师团 直接冲向太阔首都曼谷 吓得太阔光束战队日本 接下来 驻载着深圳的23军指挥官 九进农中将 收到了大阪传来的 花开花开的电报 表示马来方向已经开始登陆 凌晨4点 炮兵开始门内轰击 驻港英军的前沿阵地 随后日军贴着地律阳光 轰炸九龙启德机场 当场还死了英军在香港的航空力量 紧接着第二强化舰队 从海上封锁了香港 随后地面部队开始突进 很快就突破了深圳一带的防线 向着九龙半岛的九头防线舰机 回到马来尔方向 宋卡北大年 本就是泰国的领土 随着日军进驻泰国 泰国光束下跪 所以这里登陆的日军 并未遭到泰权的激烈抵抗 本次登陆马来尔半岛的是 三下分红的25军 下属第五师团 第十八师团 以及近卫师团 共计7万人 440门火炮 568架飞机 以及超过200辆坦克的装甲部队 其中作为主力之一的十八师团 号称居兵团 他们不仅作战勇们 更是嗜血尘性 就是当年攻打中国南京的主力部队 更是一手执行的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他们的指挥官三下分红 可是一个狠角色 面对马来半岛的大英帝国 本不曾派给他四个师团 但这位狂恶的将军 不懈的只拿了三个师团 接下来他将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 英国这帮土鸡娃狗 也陪我大日本帝国 四个师团伺候 更可怕的是 他的傲慢居然不是来源于无知 恰恰相反 他在开战之初就将自己的部队 拉到中国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中 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 日军早已习惯东南亚的热带丛林作战 而他对于英国军队 同样做了详细的调查 看似马来半岛有8.86万英军 后英国又增兵4万 大概总体14万 可大部分都是三哥的印度部队 或澳大利亚部队 英国本土比例其实不高 公众力量 英国在马拉半岛 只有250架老式战机 再加上1940年12月 德国向日本提供了一份 他们之前缴获的新加坡部署方案 而一个月后 日本也已破译了英国的密码 属于王者看清通 而且还开了拳头 接下来的战事可想而知 随着三下分往迅速占领了 宋卡北大年战队的机场 接着日军出动了大批先进战机 对英国的机场和起飞迎战的战机 进行了残忍的绞杀 仅仅一天之内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航空力量 基本就已损失殆尽 这一天被揍得最狠的还不是英国 继珍珠港朝夕后 仅仅几小时 当地时间12月8日早上9点 日军同步发起了对菲律宾的攻势 菲律宾方将是由我们的大网红 麦克阿瑟上将 率领了他的13万大军 其中正规军3万 2万美国人 1万菲律宾人 剩下10万新组舰的部队 拥有美国亚洲舰队的战舰 45艘 与寒酸的英国老不同 美国人的270多架战机中 可是包括了相当数量的B17轰炸机 以及P-13战斗机等先进战机 早在12月8日凌晨3点40 美国乌角大楼就通知了麦克阿瑟 珍珠港朝夕的消息 两小时候陆军部电报 要求他加强对菲律宾的防御 准确来说就是让他准备退守八单半岛 固守待员 我们的麦克阿瑟自信的回复道 不必担心 这里没有问题 麦克阿瑟看来 此等不战则退的下下之策 岂是我一代名将的作风 所以他将主力部队派向菲律宾北方 准备在廉价野湾 直接按此登陆的日军部队 8日前程台南一带大悟 日本海军第11航空舰队的飞机 无法起飞 但陆军第5飞行集团 却在农物前起飞了43架战机 同时位于帕老岛方向的日军龙山号航母 起飞了9架战机 加13架辅充轰炸机 轰炸了绵兰老岛的美军达沃港 炸毁两架飞机 此时麦克阿瑟正召开军事会议 商讨当前行事 远东空军司令刘伊斯布里尔段少将 建议麦克阿瑟先下手为强 反正本土无法支援 不如出动全部轰炸机 攻击位于台湾岛的日本海军基地 给日本人引来个东亚版珍珠港 以战德先机 但由于此时的日军已经同时向珍珠港 马来半岛 泰国 香港 关岛 威克岛 相继发起了攻势 麦克阿瑟认为 日军已经无力同时再大规模的进攻 由自己镇守的菲律宾了 麦克阿瑟认为 没有战斗机呼航的情况下 欧英全部轰炸机 去攻打日本重兵防守的台湾 无一等于自杀 这些宝贵的飞机 他将留着 痛击日军 早上9点 日军第五飞行集团的43架战机赶到 被美军18机场的雷达发现 美军紧急升空了36架P40战斗机拦截 同时通知了美军克拉克机场 所有飞机起飞备战 但由于农物的阻挡 日军对美国必要机场 胡乱轰炸一番后 就开始返航 基本啥也没炸到 在起飞迎战的美军看来 很明显日本人这是为战先退 日本人 就这就这 农物的阻挡 暂时保护了美国人 但埋伐在他们心中 亚洲人无法开好飞机 这一浩漫的偏见 才是赵送他们的真正原因 此时天气传好 日本海军第11航空舰队的 184架飞机 冰封凉路直扑18机场和克拉克机场 陆军马路们 就凭你们也想先摘桃子 哼 想屁吃 跟哥学着点吧 10点15 麦克阿瑟在布里奥专少将 多次强烈舰以后 终于决定空袭台湾 大量的B17宫炸机 开始急速撞弹 预计14点可以起飞 10点30 因之前预警在空中攀旋的飞机 开始返回地面加油 找上热军的拉胯 让美军认为 日本人也不过如此 还是干犯要紧 11点45 美军18机场的雷达 再次发现低机 估算后发现 他们的目标 正是美国远东最大空军基地 克拉克空军基地 随即紧急向克拉克基地上报 结果却发现了通讯故障 打不通 又改了电台呼叫 可接通的是一个上位 他并没有权力备战 更离谱的是 不知道他是不是着急干饭 如此重量的情报 他竟未上报给麦克阿瑟 日军看着克拉克机场 和18机场内的大量飞机 整整自己的排放在机场内 装扮不由 空旷的空中 没有一架飞机 中午12点克拉克机场内 餐厅中的美军 正吃着可口午餐 听着悠闲的广播 广播中报道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 日本人正在轰炸克拉克机场 最后刚从天上下来的美军士兵 立即哄堂大笑 炸弹 炸弹在哪 话音未落 穿过机场跑道上 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十几个小时前 珍珠港的剧本 在菲律宾再次上演 青克金实习下必实习轰炸机 加55架PC战斗机 以及其他26架飞机 就以化为残骸 接下来机场雷达战和仓库的指示 也相继被摧毁 瞬间美军就失去了 一半以上的空中力量 麦卡瑟直接傻了 这回是真的惊傻了 他居然在敌军来袭后 长达九个小时的时间内 没有说出一句有用的作战命令 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 如果说大英在一天之内 失去了对马来半岛的制空权 那么美国则是在一天之内 同时失去了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以及远东地区的制空权 接下来日军队菲律宾 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轰炸 放眼望去 广袤的西太平洋海域 眼下能威胁到日本的海上力量 也只剩下大英帝国的新远动舰队 即Z舰队了 Z舰队包括高辅仪的英国最先进的战略舰 威尔士青王号 满载排水量43786吨 和反击号战略巡洋舰 满载排水量35000吨 以及四艘驱逐舰 虽说区区六艘战 对比联合舰队总体不算什么 但此刻南云中一 正率领着半数家地 刚轰炸完珍重港 正在返航的路上 而此时的大和号 八天后才能正式复役 日本与之同一辆级的战舰 只有联合舰队的旗舰 长梦号 以及他的子民舰陆傲号 可这俩可是联合舰队的大宝贝啊 长梦舰作为旗舰 上面坐的可是三本五十六 他正在指挥统筹整个太平洋的海军作战 更何况他们是要留着 打舰队决战的精英部队 你们陆军马路做掩护 你们也配 于是这俩大小姐就被安排在家里喝茶了 此刻小泽之三郎中将 在马来半岛的南舰舰队 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的排水量 只有一万两千九百八十六吨 在没有绝对阻力战舰的前提下 带有两条巨前的这一舰队 可不是可原式子 但我们之前提过 英国在开战的第一天 就已经失去了制空权 而三本五十六提前就为对付这一舰队 派遣了三十六甲一式陆工 部署在越南西贡 增强了海航二十二岸机航空队 从珍珠港一样 开战前他们就做了一系列高强度的对舰攻击训练 再加上陆军的第三飞行集团 空中日军有着巨大的优势 十二月八日下午五点二时 太阳已经从新加坡这座大英帝国 最骄傲的城市背后 缓缓滑落 忙碌了一天的张仪海军基地 也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威尔什亲王号 静静的滑出了博位 驶出了柔风海峡 随后是反击号和四收取组舰 反击号甲板上 台南特舰长大声的宣布 噢我的伙计们 我们要出去至少麻烦去了 水民们带着出门不裂般的心态 随即高声欢呼 此刻的这次舰队无必骄傲 他们的这两艘巨舰 刚刚在半年前的海战中 击败了德国人 威尔什亲王号 更是做到了在有间湖的浩培基层号 以一敌二依然重伤彼斯麦号 这直接导致了英国人 能成功维歇彼斯麦号 要知道那可是彼斯麦号啊 那是大和服以前人类最强战略舰 在英国人看来 我们连比斯麦号都能击成 就更别说你日本在南洋 这些土鸡花狗的小船了 就算是你们联合舰队的最强战力 长蒙卢奥 那也得拒过三分 而刚刚维修完成的不驱号航母 此刻正全力追赶 准备加入这艘队 可在拥有巨舰大炮的这艘队看来 区区航母这种奇迹营巧之辈 不等也罢 就这样自信满满的这艰队 带着对日本人骨子里的侵蚀 由菲利普斯上将率领 驶离了新加坡 他们的目标是切断马来半岛 宋卡正在登陆的日军运输部队 12月9日下午3点 日军潜艇165发现英国军舰 得到消息的小泽制山洋中将 立即下令登陆舰队夺到泰国王规避 自己的率领着四艘重巡洋舰 一艘轻巡洋舰 以及四艘驱逐舰 准备于英军夜战 为何是打夜战呢 因为正面打 压根打不过呀 日军只能倚仗训练各苦 以图夜战偷袭 此刻的小泽制山狼 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他急忙几点南方舰队司令 静腾兴足中将 静腾手下倒是有战略舰 金刚号和真明号 但这两艘可是1912年 爷爷被对军舰啊 静腾一看 我这也不一定打得过呀 更重要的是 我现在动身 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但面对准备遇碎的小泽 静腾也算够意思 他亲自率领南方舰队的主力 第二舰队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两艘旧式战略舰 三艘重选舰 以及八艘驱逐舰的支援舰队 准备南下南舰这一舰队 不管打过打不过 反正更压了拼了 对比这些更重要的是 静腾出动了22航空队的全部主力 前来驻战 得到这个消息 我想此刻的小泽制山狼 心里应该是有敌了 因为小泽制山狼 在日本海军中属于航空派 之前的演习中 他就率领自己的航空部队 碾压了长毛路傲 这辆联合舰队大宝贝 但被击败的舰队派 在联合舰队中的势力 更深蒂固 这让他们野命扫地 大骂小泽 不讲武德 你咋不按剧本走呢 小泽气得哭笑不得 这他妈是打仗 我还跟你按剧本走 所以这也将是他 实践自己理睿的一战 下午六时 西贡的22岸级航空队 气势凶凶的杀向了 这舰队所在海域 因为是夜间作战 当时日军并未装备雷达 只能通过肉眼便是 漆黑一片的空中 转悠了大半天的日军飞行员 好不容易发现一支舰队 立即兴奋地扔下照片弹 摆开了投弹的架势 千军一发之际 他们收到一份明文电报 内容是 不要投弹 我是小泽这三龙中将 好家伙 出师汉卫节 就差点栽在自己的手里 这种情况下 航空部队只能暂时返航 由于内电队在白天的航行中 发现了两架英军侦察器 被菲利普斯判断为 这是日军的飞机 所以他怀疑自己的目的已经暴露 早已掉头返航 与此同时 关丹沿岸 一头无辜的水牛 误触了英国人自己埋下的地雷 开战以来 被吓傻的英军 此刻早已是草木结冰 内部一片惊慌 立即发出了真远电报 总部注意 总部注意 关丹方向有大批日军正在跟路 12月10日凌晨 经新加坡的转述 这条消息传到了菲利普斯上将手里 妈的小日本 宋坎你们还没站稳 就赶在关丹登陆 干爹不把你们骨灰给羊了 于是这艘队迅速驶向关丹 准备给登陆的日军部队当头一棒 凌晨2点20 日军潜艇158再次发现了这艘队 并且立即发射了五门雨雷 但军未命中 而漆黑一片的夜晚 英军也未发现自己受到攻击 双方相安无事 可Z舰队的位置已经暴露 得到消息的日军22航空队 再次派出了9架侦察机 26架一式入宫 59架九六入宫 寻觅Z舰队 而当八点Z舰队到达关丹海域时 发现海面空空如也 布里克空的Z舰队 准备在关丹海域巡航90分钟 搜索日军舰队 正是这个决定将彻底葬送Z舰队 此刻的Z舰队 还以为自己是猎手 他很快就会体会到 什么叫做人为导族 我为御肉 很快日军的侦察机 终于在关丹海域锁定了Z舰队 接下来早在空中 击不择时的日军飞机 纷纷涌向关丹海域 12时30分 日机抵达关丹海域 此刻开始 Z舰队的阻力 已进入暴击时 此发即进攻 首先是八架轰炸机 呼啸地重向反架号 投下了炸弹 反架号几乎被命中一枚炸弹 日机小事扭刀 慢脚之后 作为乍船主力的日军雨雷机赶到 只见日军雨雷机 从高空急速冲向海面 以超低空的飞行方式 几乎跌在海面冲来 正当反架号的官兵 以为这些敌机 要直接撞向自己时 日军飞船员在距离敌舰 仅近几百米时 极限投下雨雷 最后关头飞速达身 日军的这波操作 属实看待了英国老 但反架号上的水兵 也是酒精沙场的老兵 反架号的舰长 坦南特上校 亲自驾驶散舰 犹如水兵越附体般 奇迹地规避了17枚雨雷 但面对数量越来越多的日机 加入战斗 反架号连续被三枚雨雷命中 舰体开始大量进水 在舰长紧急下令出水后 船体开始恢复平衡 随后反架号多着残伤的身体 又躲过了日军的六枚高空炸弹 紧接着又遭到了八架雨雷机的围攻 再次被三枚雨雷机中 13点20分又有日军26架雨雷机赶到了战场 他们以交叉攻击的方式 再次扑向了奄奄一息的反架号 随后准备攻击威尔什亲王号的部分战机 看着反架号浑身已经满目创意 也加入了维艰反架号的序列 在这天躲地网般的绞杀之下 反架号又被14枚雨雷刺入了身体 一枚炸弹贯穿胸膛 他终于倒下了 也算解脱了 随后剑体快手向左倾斜 沉入了海底 看着姊妹舰被这帮禽兽残忍的虐杀 愤怒的威尔什亲王号火力全开 可惜这并不是热血版 所有的愤怒 眼泪 不甘 在这一刻都是无效的 因为这就是真正的海战 是赤裸裸的战争 英国的这帮小凯们 哪见过日军这种薄命的攻击手段 贴着海面的飞机 几速冲向他们 笨重的火炮根本无法瞄准 把向反击号舰长那样的技术和运气 并不是谁都有的 最终威尔什亲王号命中六美雷后 开始向左倾斜 伴随着反击号的雨波 很快地沉入了海底 舰队总统为菲利普斯上将 折搜出了皇家海军最后的尊严 他选择拒绝救援 与舰同城 带有两艘巨舰的Z舰队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海卫正式打上一仗 就已经被奉命 而日军仅仅损失了三架作战飞机 两架侦察机 外加一辆降落时事故坠毁 再一次以绩效的代价 负面了一整支主力舰队 而与珍珠港那些停滞不动的战舰不同 一直被航空部队击毁的 可是在高速移动中的战舰 这是人类海战事上 首次证明了航空力量 对移动中的战领舰 同样有着碾亚般的优势 一天前的丘吉尔 还在为偷袭珍珠港 嬉逼笑脸 一天后只能委屈巴巴地 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场战争中 这是最直接的打击 而他可能还是盲目的乐观了 因为对比接下来 英军在陆地的失败 这只能算日军送来的 开一碗小菜 大英失去了制空权 又没有了内舰队的制海权 加上手底下的士兵 大多数都是受他们挪役的印度人 面对三金百战的日军 几乎是一触即溃 日本陆军沿着马来半岛的 东岸和西岸 齐头并进 日军坦克虽然皮包大线 但其轻巧的蹲位 刚好适用于马来半岛的 热带丛林作战 人家德国是坦克部队 给摩托化步兵 咱们大日本帝国 缺油少钢的 哪用得起这败价玩意儿 提着自行车就冲开了英军三哥的防线 先不要笑 这玩意儿还真的是好用 轻巧便利不说 关键是它不费优雅 马来半岛的高温 很快戳破了日军的车胎 索性他们直接就用钢圈起行 一万两千辆自行车的钢圈 与地面发生的碰撞 发出了排山倒海的机械声 向几个坦克部队履带碾过地面的声音 三哥们一听 不靠 坦克部队来了 吓得魂飞魄散 一路亏逃 12月17日 日军修好了双西大年的机场 以此为机电将可以肆意轰炸 整个马来半岛 1月11日 日军进出了马来亚首府 基隆坡 一路溃坝的英军丢盔气甲 陆地上日本人骑着自行车 追赶着英军 天空中日本飞行员 开着英国人的飞机 在英国人的阵地上 扔下了英国人的炸弹 有人说 难道14万英军 就不能给日军一点点处理吗 就算14万都租放在你面前 都有一定威力吧 硬要说的话 那确实也有 1月14日 日军第50团 在一处名为金马市的地方 遭遇了英军澳洲营的顽强主席 上网日扣600余人 1月16日 英军精锐部队与禁卫师团 在马坡展开激战 在杀伤日扣800余人 加一个坦克领后 最后4000多人的部队 半数还是被俘 怎么说呢 不能说一点处理都没有 但也就那么一点点了 1月31日 第50团禁卫师团 抵达了新山 新山的背后 就是英国人最后的阵地 新加坡了 进攻新加坡 我们先等等 因为菲律宾战役 也是同步展开的 菲律宾方向是由本尖亚前中将 率领着陆军14军 和第五飞行集团的190架飞机 以及高桥一望中将 率领的海军第三舰队 包括一艘航母 5艘重巡 6艘轻船 29艘驱逐舰 以及100多艘运兵船 和其他辅助舰艇 再加上海军第11航空舰队 共计参战550多架飞机 104辆轻型坦克 6万8千余人 另外还有近藤信族的第二舰队 负责支援整个东南亚作战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他后来去南界这一舰队了 从12月8月开始 麦卡特被日军连续轰炸了三天 而美国在菲律宾的亚洲舰队 虽然拥有战舰45艘 但都是一些小船 假如日军出动主力战舰来攻 这些家伙都得排给 所以战前已经南车向走完海域 只留下了20多艘潜艇 4艘驱逐舰 5艘炮艇 5艘扫雷艇 留在甲米点海域 协助陆军固守巴丹半岛 空袭的同时 时日浮晓 日军在菲律宾北部登陆 日军一路视如破组 中午日军又出动了130多架飞机 进攻了菲律宾最大海军基地 美亚洲舰队母港 甲米地军港 美军起飞30多架战机营地 但在压倒性的数量 以及不同段位的飞行技巧面前 很快就被抹杀 摧毁甲米地后 美军只剩下30架P40 和一些老旧的飞机了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 菲律宾全境的制空权 失去母港后 美亚洲舰队又撤走了大批海上力量 只留下了几艘潜艇和扫雷艇 给我们的曼帅留着跑路用了 12日凌晨2点45 帕老岛出发的日军 开始在黎雅石壁登陆 并且很快占领了机场 而这一切仅仅是日军的先头部队 直昔日 日军主力开始涌动 下午1点 日军16师团的主力 从严密大道起航 在第二舰队一部的护航下 直扑拉帮弯 下午2点5000多人的登陆部队 再次从帕老岛出发 准备进攻棉拉老岛的打卧 牵断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 为进攻核手东印度 站稳脚跟 下午5点 日军第14军主力4万3千人 在第三舰队的护航下 以三个船队 从高雄 基隆 马公 相继齐航 浩浩荡荡地杀下了菲律宾北部的临家延湾 面对拥有绝对制控权 制海权的日军 麦卡瑟本土无法支援 手下溃不成军 19日 日军再次轰炸打卧 敏军把仅剩的旗甲避失切 全部撤离到澳大利亚达尔文港 20日 日军开始登陆打卧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 就击溃了3500万人防守的美飞联军 彻底占领了打卧 22日凌晨2点 14军主力开始登陆临家延湾 28000名美飞联军 轻刻覆灭 这就是麦卡瑟心心意意的 临家延湾 精敏战 在面对前线指挥官 温兰的将军请求麦卡瑟派出最精锐的 由美国人组成的菲律宾师志愿时 麦卡瑟选择拒绝 24日扶晓 日军16师团主力 在拉蒙湾登陆 直插美军后辈 麦卡瑟已经陷入了 日军巨大的潜行攻势 这里话重点 我们教科书上南京百人展的比赛 就是这个16师团中岛部队的两个少尉 向井明明和野田一耿的 与此同时 中国战场 日军阿南为一中将 再次调集了三个师团 12万人的重兵直扑长沙城 第三次长沙会战 开始 回到菲律宾方向 此时的麦卡瑟总算是明白了 自己的贪头前提计划 已经彻底失败 转而开始实行既定的 陈舍三号作战计划 即推到巴丹半岛 依托克雷吉多岛的暗房 控制马尼拉湾固守待员 警线的温兰特将军 在撤退到马尼拉以北附近后 为了掩护麦卡瑟 带领残伴的美飞联军 紧急拉起了五道防线 炸毁大小桥梁 184座 日军的进攻速度 被大大减缓 此刻麦卡瑟的部队 正全力撤退 急速涌向巴丹半岛 12月26日 麦卡瑟宣布 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 此时的日军 却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 他们居然放弃 追击麦卡瑟 选择优先占领 已经不设防的马尼拉 这导致麦卡瑟 把将近10万人 成功地撤离到巴丹半岛 并且组织起了防御 给日军接下来的进攻 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1942年1月2日 日军两大主力 南北汇师 进驻马尼拉 稍作修成后 1月9日 日军开始进攻巴丹半岛 遭到了美飞联军的顽强抵抗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三地战 丛林战和阵地战 日军死伤惨重 本以为失去马尼拉的美飞联军 会一触即溃 没想到回应日军的 却是比自家更猛烈的炮火 美军甚至顶着炮火的掩护 反冲向日军的阵地 仅仅两天时间 负责主攻的日军第64旅团 就被歼灭了三分之二 最终日军以极大的伤亡 艰难地拿下了巴丹半岛的 第一城防线 本吉亚勤在1942年2月8日 命令停止进攻 以重组其部队 但牛逼轰轰的第16旅团 依旧我心我素 仍然要去支援第20步兵团的第三营 好呀 想死 成全你 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之下 第三营只有378名日寇 灰溜溜的逃了回来 1942年1月22日夜晚 贼心不死的第16师团 第20步兵团 第2营 与巴丹半岛南部的西海岸 实行了奔路行动 本以为已经完全获得制海权的日军 妄想在巴丹半岛 实现马来半岛小船绕后的包抄骑袭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美军TP-34域雷艇 发起了骚扰攻击 两艘舶船被击成 其他的被分割成两部分 最终没有一艘到达预定登陆海滩 仓皇上员的鬼子 在滩头阵地被菲律宾警察 以及因为失去飞机 被当作步兵使用的 美军陆军航空兵的散兵们 几乎全间占了滩头 参与进攻的2000名日寇 只有43人 狼狈不堪地逃回了狗窝 2月22日 日军第14军向北后撤了几公里 美飞领军再次夺回失地 美飞领军的意外顽强 导致飞兵战役迟迟迟迟无法结束 这严重耽误了日军南下何数都印度 全面夺取有点续命的宝贵时间 而日本人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为此日军高层大怒 做被押上最后的力量 中国上海助手的第40团 巴丹半岛美飞联军的顽强抵抗 给当时满枪怒火 无处释放的美国国内民众 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麦喀瑟被美国国内媒体 夸大报道的神乎其神 时间线让我们再次回到 那个令人窒息的12月8号 随着珍珠港已经开打 位于马里阿那群岛的日本塞班岛 立即出动16架日机 对美国关岛进行了轰炸 紧随其后的是日军南海支队 10日凌晨2点 4800名疯狂的日军 向300名美军守卫的关岛 发持猛烈的进攻 很快毫无悬念 关岛沦线 这里专查解释一下 当时的关岛 可不是如今美军西太平 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基地 因为在奠定了二战前 各国海军实力的 华盛顿条约谈判中 日本已经有很多战略舰 开始建造 为了让日本放弃这些 建造了一半的战略舰 美国人在谈判中 同样做出了让步 就是承诺不会在 威克岛以西 包括关岛战略的 西太平地区 修建大型军事基地 以威胁日本 这一点也可以佐证 当时各国对战略舰的重视 是无刻争议的第一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关岛 其实当时是被日军势力包围的 没错 日军当时的势力 是覆盖关岛的 它之所以和远在万里的美国 在太平洋激烈竞争 就是因为日本在一战后 得到了很多 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 这些遍布西太平洋的岛屿 很多已经被日军建成军事基地 关岛一北180公里 就是那个著名的塞班岛 而往东南方960公里 这个地方更牛逼 它就是当时联合舰队的 司令部所在地 克鲁克皇教 联合舰队的司令部居然在这里 它就是日本民意版的珍珠港 可以说当时的太平洋 基本上就被这两个超级海军强国 给平分了 大营虽然也有势力 但军事存在并不强 与此同时 位于马绍尔群岛 跨减林皇教的日本海军基地 开始四面出击 同时发执了对威克岛 脑鲁 豪兰岛 贝克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 紧接着日军出动了丹陆部队 攻占了吉尔伯特群岛 从北面包围了拉包尔 视角让我们移到 今天的主角 威克岛 与关岛不同的是 这里和中土岛一样 是美军在中太平洋 相对重要的军事基地 等于是珍珠港的浅哨 岛上拥有两个机场 含有潜艇部队驻扎 拥有相对完备的防空和暗防体系 再加上企业号刚刚送来的12架野猫战斗机 不能说守卫很强吧 但也有一战之力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开战一时 日军的飞机就对威克岛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轰炸 飞行员自信地向司令官请上承美汇报 他们已经将威克岛上的飞机 暗防设施彻底摧毁 静置淡淡的日军 任为时机已到 准备实施登陆 时晚上日军部队抵达威克岛南部 日本的如月号驱逐舰遭遇到了美国海神号潜艇 于是如月号立即准备发动攻击 将对付潜艇的深水炸弹摆满了甲板 但没潜艇早已下沉 所以双方并未发生战斗 这里有个小伏笔 咱们先按下步表 随着刚才的朝夕 美军已经得知日军的防卫 5点美机开始挂弹 升空预警 此刻日军队已经从三个方向 同时包围了威克岛 由伟刚定到少将率领着三艘清水航舰 算先向美军开炮 高度警戒的美军立即发动了反击 很快负责进攻的日军旗舰 西藏号巡航舰就被击中 与此同时日军包围的其他两个方向 也先后发动了炮击 与西藏号的遭遇相同 美军同样以更猛烈的炮火 还颜色 很快日军驱逐舰及封号就被击沉 舰体火力如此猛烈 日军慌忙开始撤退 想来容易 走可就难了 只是找在空中预警多时的四架飞机 立即冲向撤退的日军舰队 英勇的美军先后发动了九次攻击 但战斗机并不是轰炸机 对舰杀伤力有限 在右轻上日军几手驱逐舰后 伴随着微弱的月光 乳月号上空浮现出了一架飞机 温柔的月光映射着乳月号 只见一枚45公斤的炸弹 刚刚征脱了美极的束缚 正迫不及待的投向乳月号的环种 一身轻轻的梦想之后 紧接着是连续不断的剧烈爆炸 照理说区区一枚这种级别的小炸弹 是无法接受驱逐舰的 但别忘了刚刚我们埋下的伏笔 只是乳月号甲板下方 可是堆满了满满当当 刚回首回来的深水炸弹 紧接着连续不断的爆炸 引燃了整个乳月号 舰上的167米士兵 瞬间变成了一个个火人 伴随着日军撕心裂肺的优美渠雕 乳月号就如同被云层吞噬的残月 冰冷的沉入了中太平的海底 这是浩瀚的太平洋中 所有攻击方向 仅仅只有锦上层面的G计划出现问题 见好友出丑 三本决定拉兄弟一把 更重要的原因是三本判断 作为美军重要军事基地的威克岛 同时距离珍珠港也只有2000汉领 做不到一击击溃后 下回一的主地是有能力支援的 偷袭珍珠港的第一航空舰队 此刻正在返程的路上 三本五十有随机要求南云中一支援 于是南云中一心思一动 马上要回去邀功了 你三口多文不是喜欢跟我唱反调吗 不是在珍珠港还没打过瘾吗 主战 好啊 那你就留下来继续战斗呗 于是派起了二号战 三口多文的苍蒙飞龙两艘航母 加上第五战队的利根柱模两艘重拳舰 前来驻战 同时又吊起了关岛方向的四艘重拳舰 加入战斗序列 此时原本小打小闹的一场战斗 已经升级为两艘航母 加六艘重拳的主地对决 三本想的没错 美军的英勇表现 超出美国高层的预期 看来威克岛是难守得住的 此刻珍珠港被毁 太平洋舰队总司定 金米尔上将 正憋着一顿闷火 后切需要一场胜利 将功补过 此日美军迅速计划组织了 以萨达脱交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四特魂舰队 配备了三艘重巡舰 九艘驱逐舰 同时为了掩护十四特魂舰队 以列克星敦号为核心的第十一特魂舰队 准备进攻日军占领的贾卢伊特环郊 右地封兵 十六日下午 十四特魂舰队出发增援威克岛 最后还有一艘航母 企业号 隶属第八特魂舰队 由哈尔西率领 在约翰斯敦交附近巡航 如果暂时扩大 方便随时支援 自此 美国太平洋舰队 寒冷冻的作战舰体 几乎清潮而出 为什么我之前说 计划迅速组织呢 看看时间表就明白了 硬生生出十号 拖到了十六号 快一个礼拜了呀 此刻美军 还远远不是太平洋战争后半段 那个所向拼营的无敌舰队 他们还只是一群 没打合仗的新兵蛋子 正当金北尔准备一拳牵持 大干一场之时 一天后 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金北尔上舰 因珍珠康的招戏 被撤职了 他此生再无机会报仇 等待他的将是美国法庭的审判 而他的继任者 将因为这场战争 而名扬天下 他就是切斯特 威林 尼米兹 在大明邸的尼米兹 上港前的交割期 太平洋战士 由战略舰司令 派一宗教负责 此时 珍珠港主力刚刚被毁 这已经是 尾数不多能打的家底了 20号美情报得知 马上尔群岛 集结了大量路级飞机 而日舰随时可能拦截这两支舰队 最后一条情报 有不明航母编队 正在靠近威克岛 看着金米尔上舰的下场 自己万一再送掉这三艘航母 也可以考虑跟他一起困难了 所以他一上任 就对资源威克岛持消极态度 但又不敢下令撤回舰队 只能开始了捣乱式的暗示 比如给第十四特抗舰队 弗莱特将军的日军情报 压根不做任何证别 一股脑的发过去 一伙显示 威克岛上空 已经布满了密密码码的日军飞机 一伙日军又出动了大量潜艇部队 等会还用袭击珍珠港的日军舰队 不知去向 搞得弗莱特脑袋都大了 21日 苍龙飞龙号航母上起飞的 29架轰炸机 加18架战斗机 开始进攻威克岛 同时附近罗伊岛的日军 也起飞了33架飞机加入战斗 最后是登陆部队加护航舰队 继续凶中的准备报 第一次威克岛的一箭自筹 得知消息的派一 命令第十四 十一特魂舰队合并一驻 此时双方兵力 势均力敌 都是两艘航母 加6艘众群以及20艘驱逐舰 22日 苍龙飞龙两艘航母 再次起飞了33架轰炸机 加6架战斗机 进攻了威克岛 此时威克岛上所有战机 损失殆尽 高射炮只剩下四门 瀕临500人 22日晚上 日军登陆部队就绪 4艘众群舰舰加2艘航母 准备附近美支人舰队 23日凌晨2点多 100多名日军改自队 发起了登陆进攻 然后就被70多名美军 随后1500日军 在大量军舰掩护下 开始强劲登陆 与500多名美军激烈交火 天亮航空舰苍龙号 起飞的舰载机 巷区黄蜂呼啸地 飞临了威克岛上空 对岛上再次惊喜了 恍惚乱炸 而此时 已经再也没有野猫战斗机 可以起飞引力了 任南少校率领幸存下来的飞行员 全部拿起武器 在威克岛的最南端 同路战队的官兵们并肩作战 直到剩下最后一人 此时美军第十次特洪舰队 距离威克岛 仅仅只是680公里了 派一正在开会讨论 是否放弃威克岛 此刻的派一 犹如南云中意上升 发出了各种自相矛盾的命令 一会要求全力研究威克岛 弗莱特刚去执行 下一条命令就是返航撤退 弗莱特刚准备撤退 他又下令 是不是可以先试探性地研究出 一部分威克岛上的士兵 总之就是胡乱指挥 一大糊涂 最后在海军部藏斯塔克的暗许下 派一选择了放弃威克岛 两支航母编队立即反抗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距离伏击他们的 日军纵权军部队 仅仅只有580公里 就碰头了 早上7点 岛上苦苦支撑的美军 在击杀了800名鬼之后 已经毫无胜算 拜北已是一天之内的事情了 加上岛上还有1200名普通工人 为避免日军报复性的屠杀 他们选择了投降 威克岛沦陷 这场太平洋战争中 日美海军第一次势军力敌的对峙 以美军的主动撤退 宣告结束 威克岛美军的即使撤退 非常关键 尽管美军航母比日本大 但苍农飞龙可都是非常优秀的航母 而此时日军飞权的实力 是远超美军的 回关美军 击沉士兵协同拉垮 指挥混乱不堪 高层摇摆不定 看过中途大那期的小伙伴一定知道 当时在开了拳头 再加上各种好运气的美军 还是被日军击乘了一艘航母 而这次带领航母编队的 可不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南云 而是敢打敢打的三口多文 再加上一一代劳 日军很可能会给美军 包一个完美的饺子 试想如果美方 真的再丢三艘航母舰 即使你能跟日军同过运进 而面对1942年初 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联合舰队 之后的珊瑚海 乃至中途道 压根就不用打了 墨尔茨碧港必丢 日军登陆澳大利亚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美军最担心的切断没要联系 大概率会实现 就更别说刮倒了 而美军则连偷偷的轰炸东京都做不到了 只能被迫防守夏威夷 有威克岛案例在前 后来中途道计划中 三本的分兵行动 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为美国人是真的可能气到撤退的 言归正传 威克岛尽管美国人败了 但每日伤亡比 居然高达惊人的7比1 而这已经是太平洋战事中 前期猛军为数不多的亮点了 因为此刻东南亚猛军的溃疤 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 1941年12月14日 日军开始进军缅甸 12月22日 逐内宽中将的五十五师团 集结于泰国首都曼国 1月20日 日军发起了对缅甸的全面进攻 目的是切断中国的最后一条补给线 滇缅公路 12月25日 香港沦陷 而因为整个南方作战 正在以梦幻般的速度进行着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 室内收役大将 决定将东印度群岛战役 提前两个月展开 有金村军中将 彭岭的十六军 下属第二 第三十八 第四十八 三个精英师团 以及刚从正在推进的 三下方往手中 夺来的第三飞行集团 加上这次终于要去 核首东印度夺取石油了 海军那是相当的重视 难得出全力配合 出动的阵容 那是空前的豪华 总组会由近藤信族中将 坐镇金刚号战联舰 旗下直接参与护航作战的舰队 就由第三 南前两支舰队 共有航母一 水上母纪二 重巡九 轻巡八 驱逐四十三 以及其他一堆舰艇加部机船 此时虽然美英和澳四国 组成了联合盟军 但其兵员组成涣散 指挥谋合并不同意 海军有之前提到 从菲律宾与新加坡逃亡过来的船只祖传 共有重巡二 轻巡九 驱逐二十七 再加四十一艘潜艇 对比日军阵容 确实略写寒酸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随着2月25号以后 偷袭珍珠港的南云中医 率领第一航空舰队加入之后 双方海军的差距 简直到了不能看的地步 陆军方面 合宿东印度群岛 文军集结了高达8.5万的兵力 再加后续支援抽调部队 共计十万大军 398架飞机 但这些士兵缺乏训练 飞机老旧不堪 他们分散部署在3000多个大小道路上 面对日军强大的海上力量 以及航空部队碾亚班的优势之下 在日军的散兵部队 登陆部队 与海上舰队协同作战之下 一个操当下来 就开始了一切千里的溃败 另一方面 拿下关道和威克岛的 井上成员中将 带领的第四舰队 掩护南海支队 于24日占领奥苏新吉内亚的首府 拉巴尔和新阿尔兰岛 流失了拉巴尔基地的美军 真正意义上 失去了对菲律宾的不计能力 菲律宾的败备 也是时间问题 自此 诺大的一个西太平洋上 最后还有一丝希望长期坚守的 也只剩下背靠印度洋的新加坡了 视角再次转回大鹰 这也将是他在东南亚 最后的一战了 1月31日早上 阿格尔和萨塞兰高地团的第二营 在封底手的伴奏下 走过了新柔场地 凄凉悠长的苏格兰封地 伴随着新加坡绝望的空气 仿佛是在为这个称霸世界 百年的日不落帝国 奏向落日的哀歌 因为新加坡战役 很快就要打响了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 有一条潜线的柔阜海峡与马来半岛隔断 最窄处只有不到1000米 也就是我们体育课上跑几拳操场的距离 而此刻它却已经是退伍可对的印军 最后的屏障了 此刻的新加坡已经被武装到了牙齿 光是口径380毫米的巨型新式暗防炮 就有54门 什么概念呢 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最先进的战略舰 威尔斯青王号 它的主炮最大口径也只有356毫米 而这样的大炮 它也只有10门 也就是一个新加坡 光算这些暗防炮 就相当于5艘半威尔斯青王号 这些大炮本来就是用于对付战略舰 这种级别的海上钢铁怪兽所准备的 如今用它来轰击日本陆军这帮马路 一炮下去 不管你是钢铁坦克 或粘土掩体 还是血肉之躯 都一样 众生平等 不仅如此 新加坡还有8.5倍水一战的士兵 他们全副武装 弹药充沛 而此时马来之湖三下奉王的25军 已经不停歇的打了快两个月 转战了1000多公里 他现在可是满心的愤慨与不平 因为室内收益大将 刚刚将他的第三飞行集团 划给了正在东印度群岛作战的 金村军总将 眼看自己正要打一场硬仗 本部居然以自己打得太优秀为名 来了这么一招伏地抽薪 对比日军因为自己太优秀带来的烦恼 英国这边则是恰恰相反 他们一次次的刷新了大英帝国的节操与底线 击沉的士兵更是出现了严重的恐日心理 我们再来看新加坡的部防 总指会帕西瓦总将 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 为新加坡的东北方 所以英军自然调集了重兵 再次重点防御 你这样想就对了 因为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 三下奉王调集了金瑞的第五师团和十八师团 准备从新加坡西面攻来 而英军重点防卫的新长路地东侧的禁卫师团 发起了僵尸阳攻 2月4日负责阳攻的禁卫师团 开始猛烈轰击新加坡英军的阵地 英军果然开始调集重兵防御 同时日军通过空中侦察 已经得知英军的部署情报 8日日军主攻方的大部队 乘坐300个登陆艇 渡过了饶佛海峡 防守这里的是澳大利亚的三个营 日军士兵顶着猛烈的炮火 开始强行登陆 有了鬼子中炮后 胸口已经贯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仍然顽强驾驶登陆艇 在冲上探讨后 高喊三声万岁 气绝身亡 面对两个师团如同恶鬼般的日军 告出军团的三千守军 很快被碾碎 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附近的机场 9日 禁卫师团在炮兵的掩护下 开始登陆克兰芝 不过这次号军是守住了 但邓肯麦克斯为总将 却开始命令部队后撤 此刻的他只希望不要激怒日军 期盼的总部尽快投降 以避免战败后 日军疯狂的报复于屠杀 在克兰芝广场让给日军后 禁卫师团开始疯狂涌入 接下来全面登陆的日军 如同砍瓜切菜般的就解决了 新加坡组成外围区的印度部队和澳洲部队 就在此时却出现了一支 有承加根先生等华侨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 名为新州华侨义勇军 他们与这些外方部队截然不同 战斗力异常顽强 因为新加坡60万军民中 有45万都是中国华侨 南京大屠杀特名 他们是知道的 但这些英国老爷们 怕日本人 更怕被他们压榨多年的中国人记忆 竟然只发了1000多支18世纪的老旧猎枪 13日日军已经从三敏包抄了新加坡的组成区 开始对新加坡组成区的无差别炮击 英军队伍中的士气已经低落到了冰店 帕西王手下的将军们开始极力要求投降 此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丘吉尔 却发来了远程职场PUA 他在电报中说道 我猜想日军的总数不会超过10万人 我们在新加坡岛上的军队至少也有十几万人 数量上我们远远超过越过海峡的日军 在这关键时刻绝不能想着保全军队和平民的伤亡 接到丘吉尔电报的北宁和奥四国联军总司令 威维尔爵士向帕西王等一众将士转述了电报 帕西王无难地回复道 我们会如你所愿的 总司令 此时威维尔却开始了破口大骂 在具有压头性优势的敌人进攻之下 美菲联军守住了巴丹半岛 俄国人正在击退德国的精锐部队 几乎毫无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 独自抗击日军已经四年之久 如果我们把新加坡要塞 丢给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敌人 这将是我们永远的耻辱 何去何从 你们看着办吧 在威维尔走后 新加坡陷入了更加绝望的环境 但他还是致电帕西王 绝对不能投降 开始准备进行巷战 该来的 会要来 十四日 三下奉闻的二十五军 全军登陆了新加坡 日军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十八师团开始了军民无差别杀戮 当天日军占领了亚历三大军院 直接枪杀了三百二十名伤兵 以及大量医护人员 三下奉闻试图制造图层效应 逼迫英军尽快投降 接下来日军切断了新加坡组成区的淡水供应 开始投放大量券箱传单 此刻的守军已经全部绝望 帕西瓦致电威维尔爵士 求您了能否考虑给我更大的自由权限 眼下质疑 他已经准备投降了 无奈之下英国本部只得批转 天真的帕西瓦尔选择了投降日军 委屈求全 他该不会认为日军对待白人俘虏 就会比中国人高一等吧 而他很快就会明白 委屈求全 在日军这里可是另一场意思 你委屈了都休想留得一句诠释 15日下午 帕西瓦尔举着白旗 出现在了日军军营 谈判桌上的帕西瓦尔 还想逃价还价 然而马来之虎三下凤文 直接攀而起 一句话 Yes or no 瘦弱的帕西瓦尔 在眼前这头肥壮的猛虎面前 瞬间气势全无 低下头小声地说了一句 Yes 之后三下凤文要求英军 排出整齐的队伍 背对着日军 进行了屈辱的投降仪式 大英帝国的尊严 被他撵得是连一粒凡 都没有剩下 而让帕西瓦尔更为后悔的是 看似如狼似虎的日军 经过转战整个马来半岛 三下凤文其实早已是强弩之梦 其实双方都在崩库的边缘 希望尽快结束战斗 只是二者选择结束的方式不同 日本人选择了兵死前最后的暴走 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和攻击列 彻底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 而英军却选择了躺平放弃 有时候选择了躺平 面临的很真就可能是等死 三下凤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新加坡的进攻完全是虚张声势 是一场豪赌 我只有三万人 兵力上有着一比三 甚至更大的劣势 我知道一旦我在新加坡陷入了持久战 我就会输 这就是我让敌军尽快投降的原因 我整天担惊受怕 生怕英国人发现了我处于劣势的兵力 和为数不多的不计 并将我拖入灾难般的巷战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 南方军总司令室内苏伊大将 将司令部迁到了新加坡 改名为朝南岛 意为帝国南方光明之道 就此英国的东方直布罗陀 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民族 又黯淡下来一颗 整个马来亚战役中 英方伤亡一万七千五百人 另有十三万人被俘 而日军仅仅损失三千五百零七人 六千一百五十人受伤 同时上交给日军的物资 同样也堪称豪华 其中卡车一万辆 轻重机枪两千五百艇 短枪六万支 子弹三百三十六万发 大炮数十们 然而日本这帮禽兽们 对在中国战场上重创他们的中国人 刻苦嘲恨 即便是华侨 同样也遭到日军残忍的屠杀 并且逼迫他们拿出了天亮的凤纳金 再加上如此巨大的华人人口基数 让日本人提心吊胆 华人最为看重的节日 就是春节 而新加坡沦陷的1942年1月15日 正好是中国农历的 增月厨一 从这一天开始 日军指挥官三下本文 制定了像有计划的屠杀华人行动 著名的才浪才谋 制定了马来亚战役的实证性 就曾叫嚣 要消灭新加坡一半的华人 他们将甄别出来的大量华人 进行了集中屠杀 甄别的标准更是随意 只要你直接或间接 有过反抗 或有过支持别人反抗日军的行为 就可以被屠杀 更有甚者 因为之前新州华侨应用军中 海南人作战勇猛 所以 只要你是海南侨民 一律会被屠杀 大家想想两个月持续作战的日军 此刻终于得到了发现欲望的机会 遇到男人 发现鲨鱼 而女人们则不仅会被屠杀 在被屠杀前 遭到的必然是最惨暴的扰恋 新加坡屠杀数据不详 保守估计也在五万至十五万人之间 臭命昭著的十八十团 四年后又一次对我中华儿女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新加坡大屠杀 被与南京大屠杀 巴丹斯旺行军 并领为日本二战三大暴行 而其中死伤最会惨重的两件 军事对我华人 对比平民的遭遇 选择投降的英军弗鲁玛 同样遭到了身不如是的虐待 很多印度西克人 被日军当作了新兵练习的火把子 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马来亚等地的战俘 则被派往了泰国 去修死亡铁路了 在东南亚 大英已经败北 那么作为小弟的荷兰 还能坚持多久 1月25日 日军拿下了肯达里和巴黎巴板 对早瓦岛形成了三面包夹的态势 新加坡沦陷的同一天 日军在河塑东印度 拿下了南方作战的最大目标 位于苏门达拉岛 巴黎巴板的年产470万吨的巨港油田 日军终于可以腾出手来 切断中国的运输密漫 滴滅公路了 2月24日至28日 由美英和澳四国组成的联合盟军舰队 与日军的第三舰队爆发了四处海战 日本联合舰队以两艘重伤 数艘轻伤的代价 击产了盟军两艘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 击溃了盟军的联合海军 四艘美舰撤退到了澳大利亚 剩下的英国军舰企图连夜逃跑 被日军的辅冲光炸机 追击炸成 3月5日日军第16军在雅加达登陆 随后占领了爪娃和苏曼达拉海峡 3月8日 缅天首都仰光沦陷 3月9日荷兰少军投降 自此东印度军到战役 基本结束 日军在付出了1万伤亡的代价之下 又俘虏了8万盟军 177架飞机 以及170万吨重游 此时日军的南方作战 以出乎意料的速度 在四个月的时间内 轰断了美国人的利舰 击碎了大印东方的民族 英格兰 美利坚 皆为败将 大中华 已是孤群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法属印度支那 泰国 菲律宾 马来亚 和苏东印度 以及大半个缅甸 在黑船事件后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学习 如今的日本人 很快就能向他们的英美老师 交上一份完美的打卷了 东南亚自38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即将被许日期完美包括 而这最后一步 就是菲律宾了 日本人已经腾出手来 准备彻底了解 麦卡瑟了 新加坡的快速流线 加上荷兰的光束投降 让同样在菲律宾 抵抗日军的麦卡瑟 彻底变成了一支孤军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对峙 此刻包围巴丹半岛的日军 已经用超过一万人 因为利己和疟己 失去了战斗能力 美军更是高达80% 都在受到传染病的折磨 由于麦卡瑟 贪头坚敌计划的迅速失败 使得美非领军 仓促彻底向巴丹半岛 赌宗丢弃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以及生活积昂 此刻的每个士兵 都是食不果腹 狗兽如财 双方基本已经瘫痪在战场之上 当首次进攻巴丹半岛战役失败后 日军大本已向菲律宾 派遣了强大的炮兵部队 他们共有190门大炮 其中包括更大型的火炮 如150毫米榴弹炮 以及罕见的96式 240毫米榴弹炮 这种大炮 在太平洋战争中 只参加过巴丹半岛战役 随着三月底 日军征兵的第四师团赶到 战局已经毫无悬念 此时日本疯狂地叫嚣着 要把麦喀瑟压向帝国广场 斩首适中 美国政府为了防止麦喀瑟 提前与愚人用另一个版本见面 准备将他调到后大利亚 作为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 但我们的麦帅 表示自己坚决要留下 最后在华盛顿的一再独出之下 麦喀瑟在得到温莱特将军 同意在士兵面前为自己遮羞好 不请不愿地离开了菲律宾 逃跑途中被美国记者采访的麦喀瑟 瞬间一手堆势 留下那句凯撒式的言论 我出来了 但我将会回来 得知麦喀瑟逃离的东条银机 大为恼火 大本人严厉 本家前迅速了结菲律宾战役 终于 巴丹半岛战役 迎来了中章 4月3号早上9点至下午3点 美飞联军最后的防线 阿布凯木帮防防线 遭到了100架日军飞机 以及300枚大炮长达6个小时的宏击 使萨玛特山一带的防线 沦为了人间地狱 而在最后的三天 也就是1942年的基督寿难日 致富火节 日军第65火城绿团 以及第40团的先头部队 开始全力进攻左翼的菲律宾第二军 在防线的每一处 美飞联军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最后筋疲力竭的美飞联军 被大批在坦克掩护下的日军步兵 冲开了防线 美飞联军的各个城地已经被日军切断了通讯 到处都是受伤的士兵 以及逃难的难民 就在这个时候 远战澳大利亚的麦卡瑟 居然命令温奈特将军全线反击 拿什么反击 你倒是再怕十个师的麦卡瑟来呀 终于在4月9日 有巴丹半岛的总指挥 麦德华金将军 带领着7.5万筋疲力竭的美飞联军 向日军投降 失去主力的美飞联军在菲律宾的残存部队 也日不过是强弩之末了 巴丹半岛战役 美飞联军共参战7万9500人 阵亡了1万人 2万人受伤 7.5万人被俘 日军参战7万5千人 死了7千人 受伤1万2千人 另有1万人因重病失去了战斗力 在东南亚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面前 不可谓不惨烈 然而日军的进攻 还未结束 日军在占领巴丹半岛后 向美飞联军最后的要塞 克雷基多岛 发起了太平洋战争中 日军最大规模的炮击 在面积仅仅8万平方米的克雷基多岛上 日军部署了百云门大炮 累计打出了6万发炮弹 持续的长达3个星期的炮击 同时空中出动了22航空旅 进行对美军攻势的定点低空精确车会 5月3日接替麦卡瑟的温莱特将军 收到了本杰亚钦 用1万1千名美军俘虏 作为条件的投降要挟 声称如果美军继续抵抗 他将公然处决 这1万1千名美国人 最后在华盛顿的暗许之下 温莱特将军下令 菲律宾全境放弃抵抗 持续战斗的将以逃兵论处 尽管如此 明朗老道上仍有3.5万军人 拒绝投降 他们将转战 满是蚊虫野兽的热带雨林 他们之后会感到无比尽兴 因为对比起投降战友们的待遇 他们的生活环境 已经属于生活在天堂了 1942年4月20日 日军为了进攻克雷基多岛 必须清空巴丹半岛投降的美飞联军 日军本以为战俘不会超过万人 而当日军开始清点战俘时 他们惊呆了 目之所及 全是伤残的战俘 再加上平民百姓 共计10.5万人 其中7.5万美飞联军 包括1.5万美国士兵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日军的管理能力 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 转运安置 都是一笔巨大的消耗 日军不可能 更不想为这堆战俘 消耗皇军本就不多的战略资源 所以本金雅琴发布了一条 看似极其随意 但又充满惩罚意味的命令 他命令这些机场陆路 被疾病折磨到体不完复的战俘 顶着炎炎烈热 在充满蚊虫草湿的热带雨林地区 步步穿行106公里 到达奥德内亚战俘营 虽然路程不长 但在行军途中 没有食物 没有休息 脚下都是高温左勺的尖锐纸块 而他们的鞋子已经早已没有鞋底 血肉模糊的双脚 趴满了苍蝇 身边的人时不时的倒下 倒下的人则会被日军立即枪决 处于热带雨林环境的菲律宾地区 充满了水花河流 但日军就是故意不让这些战俘 停下来喝水 在路过一块充满污水的泥潭时 一位菲律宾军官 极其卑微地恳求日军 给他们几分钟去喝口污水 没想到几个日军相互对视 开开心现在就同意了 而当这些士兵兴高采烈地 即将到达水源之时 背后却忽然响起了连续的枪声 士兵们干裂的嘴唇 终于接触到了水面 而他们却连损吸一口的力气 都已没有 随之而来的却是 嘴角躺出的鲜血 整个行军过程中 日军都在以一种细耍 摆弄美军的态度进行着 然而巴丹死亡行军 仅仅是美军痛苦的胎势 之后他们将被像牲口货物一样 装入闷逛火车 在到达奥德那样战俘营后 日军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驯化 炎炎炼烈刃之下 伤兵们一个个倒退不起 脚下是左梢的地面 士兵的嘴上都是十字列方 脸部浮肿得像一块面包 在设计中那两万人的战俘营中 一直是被塞入了五万六千人 而他们来这里可不是闲着的 他们需要为资源贫乏的日本 创造利益这些战俘们将会像牲口一样 持续工作直到死去 日军的看管们用刀鞘 铁锹以及机枪堵出他们干活 胆敢偷来就是一记闷棍直扑灭门 而这时候的日本人可不像现在 以说英文为骄傲 这帮狂傲的低层陆军马路们 理所应当的就认为 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听得懂日语 倘若你听不懂命令或稍作执意 招来的必然是一顿暴打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 这些人都是猪吗 都这样对他们了 难道就不知道反抗吗 要是我直接就豁出去了 杀一个够本 两个老子赚了 当然这种英勇的气势值得我们敬佩 可如果放到当时的环境中 你可能必须得事先做好 自我了断的万全准备 因为一旦你活着被这帮畜生抓住 他们会用上各种操绿你我认知的刑罚 而其中大概率的一项 就是你会被绑在木架之上 随后冰冰凉凉的汽油 将会浸透你的下半身 点火之后汽油会优先烧光 剩下的部分 需要借助人类自身的油脂进行燃烧 最终将人活活烤干 即使面对这种残忍的酷刑 直接被烧死 还算幸运的 如果你侥幸油脂不够 被烧个半死活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 你的身体将会溃烂 这帮畜生会将你暴晒在室外 而你那被烧焦的尸体 将会成为 淫宠禁食繁殖的最佳容器 在绝望的痛苦中 经历好几天之后 慢慢死去 人类的本性 本就是宠宠避害 那么如果在一个营地 进行一次这样的处决 那便足以正胜 几千人的战俘 东条印记称 美军战俘没有资格获得任何尊严 他不断下令 不要让他们闲着 一天都不行 在日本战俘营中 美军的死亡率 是德国战俘营的七倍之巨 明显这些场景 已经超出了 作为正常人类的认知感受 但面对这种极致的恐惧之下 幸存下来的美军战俘回忆成 他们在直面这些残忍的刑罚之事 那一瞬间 居然不再感到恐惧 不管怎么说 巴丹半岛 美国人还是败了 纵观整个菲律宾战役 麦卡瑟盲目自打 错估敌情 虽然注定要败 但原本的装备和激昂 本可以坚持更久 相反 美菲联军的士兵 却比我们想象的意外顽强 美国人对麦卡瑟的追捧 也不过是美国国内媒体 引导民众情绪的自博安慰罢了 而与菲律宾战役 同一时军战展开的另一场大战 才是从真正意义上 打破了日军的不败神话 这就是中国战场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国民革命军 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将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十二万日军 用独创的天罗战法 右底深入 随着天罗闭合 纵使你有三头六臂 也得走一个铲吃断壁 最终我军共计闭上日口 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 天生讨回者更是无异计数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审例 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直线飙升 英美之前一直认为 中国独自挡下总工业化的日本四年 也不过如此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他们才终于明白 中国人在缺枪少弹的情况下 面对的敌人是多么的凶残 而刚刚苏醒的工业巨兽 美利坚和中国 又怎么可能是吃素的绵羊 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 向护会提交了一份国情咨询 提出了美国要在1942年内 生产4.5万辆坦克 2万件防空武器 6万架飞机 以及净重600万吨的货物 还没完 与此同时 海军部已经在计划建立一支 有34艘战链舰 24艘航空母舰 12艘战略巡洋舰 104艘轻重巡洋舰 379艘驱逐舰 以及207艘潜艇组成的巨型舰队 美国进入备载模式 所有军事工厂 进入007三班岛 不允许向平民出售汽车 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民用工厂 将产能开始全面转向军工 而这些恐怖数字的背后 同样含是那句话 日本人 你们将被我们的工业实力 引用为鸡粉 这次是我美国人说的 节目的最后 视角再次转回日本 无论美国现在的计划 有多么的宏大 现实就是日本的南方作战 取得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巨大成功 我多次强调 这是巨大的战国 那么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 它大到了日本人都不敢相信的地步 以至于连接下来的作战方案 大本营都还会置底